这段时间这个番茄因为温度比较适合 生长速度特别快 有朋友问我 就是说我们平时在这个喷雾的时候 使用不使用蓬肥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 蓬元素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肥基地 我是柴哥 关于这个蓬肥 我们一般会在这种切果类 或者是瓜果类 这些作物当中呢 在夜面陪施的时候 会用一些蓬肥 这个蓬肥呢 一般会选择一个是蓬酸 这个一般一桶水会加上个15克左右 或者是用这个唐春蓬 或者大家都被称为流体蓬 就是液体的那个 那个呢 一桶水会加上20到25毫升 这样的一个量来使用 那个一般 好比是番茄 圣泥果啊 或者是这种草莓柿子啊 你用蓬肥以后 它会 一个是在收粉这块呢 它利于花的饱满 花粉的那个 收粉 这个基辛花会减少 另外一个呢 在果实 转色期的时候 它会把究竟叶片当中呢 含有的一些果糖啊 葡萄糖呢 是利于转移到果实上去 就是我们常说的增填的一个效果 一般你看用到 好比说 甜瓜上啊 西瓜上啊 这个呢 主要是来预防 这个静感开裂 一般这个瓜类啊 清风以后会容易造成静外开裂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可能是我根部 我用了这个棚腿了 那么页面喷湿 啊 不用行不行 也可以 但是有时候呢 根系呢 好比说 出现这个根出问题了啊 或者说是干旱的等等 会影响棚的吸收 所以说 页面喷湿的话呢 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好吗